在今年的1月初 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 发表了重要的讲话 其中对于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重大政策主张 还有新时代两岸关系的有关表述 也成为了今年两会期间 不少关注台湾问题的代表委员们热议的重点 那我们的记者呢也围绕着相关的话题进行了采访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在两会现场的我的同事徐丹丹 丹丹你好 王周你好 那今年的两会代表委员啊 就有关两岸关系的方面的话题呢 都有哪些关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呢 的确是对新时代的对台工作 指出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那在采访当中呢我也了解到 其中有两点表述是代表委员们最为关注的 第一个呢就是在这个重要讲话当中 所首次提出的两制台湾方案这样的说法 那在今年的部长通道上呢 国台湾主任刘洁一就再次强调了 两制是为了照顾台湾的现实情况 也为了保障台湾同胞的利益和福祉 同时呢他也建议要加强两岸的城市交流 而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 也是提出了要深化两岸的融合发展 同时要加强在经济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 那对此呢代表委员们也是纷纷的建言献策 比如说民革中央呢就提出了关于这个台资企业在大陆上市的建议 同时他们也建议能够以台湾地区大陆同乡会为依托为平台 来融合两岸的发展 那其实我们也看到一段时间以来 大陆是持续的在推出一系列的相关的政策措施 比如说去年就推出了31条会台措施 那全国大代表梁志强就向我们介绍说 去年仅仅来到福建这一个省来创业就业的台湾青年 就有将近两万人 那现在呢对台湾青年来说 来到大陆发展已经成为了一个大潮流大趋势了 而第二个关注点呢就是习近平总书记 所提出的两岸应通尽通的主张 那其中就包括了基础设施 经贸合作 能源资源 以及行业 以及这个行业标准这四个方面 那我们也看到 在去年呢福建的泉州是率先实现了向金门供水 而去年大陆也是制发了台湾居民的居住证 这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都是要为了给台湾同胞呢 来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的待遇 让他们能够享受到大陆的发展红利和机遇 而这些政策措施的落实 也是切实地解决了台湾同胞 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和困难 那是广泛地得到了台湾方面的好评 同时呢我们也看到 但是我们反观这个台湾方面啊 从这个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呢 是拒不承认九二共识 同时他们这样的做法 也是严重地损害了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 这样的做法是完全不得民心的 我们也看到 一个中国的原则 现在已经成为了国际社会的一个普遍认同 我们的在国际社会上的朋友圈 也是越来越大 那不少代表委员都表示 只有两岸关系好 台湾才会好 那民进党当局现在这样的做法呢 是罔顾是无视台湾居民 希望祖国和平发展 希望两岸互利共赢这样的期待 这样的做法呢 最终损害的只会是台湾同胞的利益和福祉 好的 以上就是我在现场采访到的重点 王周 好的 感谢丹丹在两会现场发回的报道